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最近刚好找到这处幻境的入口 略有耳闻 你知道是我找到的幻境 但公主却只准让她的人进入 甚至都不让我进去 秦枫 如此霸道的公主 不利于我天孝宫的发展 我们是不是应该 此事 我听范大人的 很好 我现在就开始集结杀手 等你助我坐上公主之位 我定不会亏待你 等你当上公主 下一遍要对付的人 恐怕就是我们了吧 之后几天 秦枫一直在研究丹药 虽然范少伯不能前往幻境 但我可是能通过莫林月一族前去 还得为此做好准备 这位就是秦枫供奉吗 您是 初次见面 我乃天孝宫公主 莫然 公主大人竟然来此 有失远迎 天孝宫公主怎么来了 近日我的弟子们将会进入天灵幻境 听闻你武力超群 希望您能陪同护航一次 这 我恐怕答应不了 秦枫供奉 能够替范少伯办事 却不能帮本公主一个小忙 不 公主 只是近日正是炼丹关键期 我尾时脱不开身 毕竟这丹药 我本是要献给公主您的 七品丹药 传闻秦枫超越吕风海 成为了天孝宫最强炼丹师 居然真不是虚言 若是如此的话 那本公主就不打扰秦枫供奉了 你继续炼丹吧 是 这秦枫若能为我炼丹的话 倒还能留意 公主刚才是想对我下杀手 看来就抓紧干掉公主了 幻境开启之日 秦枫与木林月一同去往天灵幻境入口 清风 进去可能会被传送到不同的地方 独自一人时要小心 知道了 这是 天灵幻境之中 竟然还有火山群猫 木林月不在 看来是传送到别处了 那是容颜飞龙 此龙的妖合可是好宝贝 必须拿下 谁 这么快就碰上其他进入幻境的人了 你是天小宫的吧 给野滚 那是我的猎物 大人 我有眼不识泰山 请您饶过我吧 你害我放跑了容颜飞龙 就想这么算了 你 你要做什么 麻烦你戴罪立功吧 救命啊 我还不想死啊 上钩了 灭魂笔 释放冰霜妖气 打败容颜飞龙 拿到火属性的妖合了 现在就让灭魂笔吸收 果然 和碧云巨熊是一样 灭魂笔可以释放火之妖气了 什么声音 这里竟然有人造建筑的遗址 有没有人 能救 救我 黑脸妖蛇 这些蛇在外头价值不菲 妖合我都要 那是 这 我这个妖艳 死不能够着生精神 好 这些妖合 现在都归我了 多谢你 您 您是 真是麻烦啊 你醒了 毒我已经帮你解了 我携带的解毒药都没用 你竟然能解 对炼丹师而言算不了什么 再见吧 请等等 我想邀您与我组队 我有幻境之宝的情报 即使高手又是炼丹师的话 他一定能 抱歉 你我初次见面 合作什么的 我还不能信你 我乃荒谷王朝左相孙女 我的话句句属实 天灵幻境中 用罗神剑谱 是吗 真的有洛神剑谱 从那个门中进入 最深处便是质宝的所在地 你确定所谓的质宝 真的是洛神剑法 是的 洛神剑法昔日由妖皇创造出来 超越人类现存的所有剑法 我家仙祖曾于幻境内苦苦搜寻剑法 可从未寻到 后辈自当完成遗愿 怎样都好 剑谱到手后 给我看一眼 然后就一拍两散 诶 由我拿走剑谱 真的可以吗 当然 于是 秦风便和李如仙 深入一季之中 看来这里头除了黑链妖蛇 还有别的原住民啊 这 这是夜蜀吗 以族群为单位 往往上百只一些心动 而且修为皆在虚空镜四层以上 我们怕是危险了 一帮畜生而已 就没灭了 这 白鱼之虚空镜夜属 竟然被秦风一招毙命 死人好强 通过隧道后 二人来到了一季最深处 就是那个 我家先辈说过 雕像托举着的就是剑谱 很好 剑谱是我的 这是 秦风 没想到那个雕塑 实际上是休眠的妖兽 不败 够妖黄大人之命 再次守护剑谱 该祖蜀败速速离职 竟然是妖黄清兵的守护者 既然如此 你可使得此剑 入神一世 流风魁雪 好强的威力 这人不是炼丹石吗 火力居然也如此强大 打完只是动了他一只手 看来此药实力不弱 不能留手了 怎么你放肆了这么久 该结束了 这一股熟悉的气息 它 那都是妖黄笔枪 落神 义无卿神 这次用完天杀嗜血丹好 副作用好的 是单要调配的问题吗 打败妖兽后 秦风立刻开始研究 剑谱上面记载的落神三世 我看完了 你拿回去吧 这 真的吗 我李家在荒谷王朝 颇有地位 若之后需要报仇 请来李家找我 我名为李如仙 我知道了 能有如此下一心城 且慷慨 真是个不可思议的人啊 离开遗迹后 秦风继续寻宝 这 这是灵术产出的纯天然灵液 喝一口 就无异于吞付一枚三品丹药 居然能碰上这种东西 咳 啾啾 啾啾 你怎么出来了 啾啾是木属型妖兽 对这树枝特别感兴趣吗 啾啾 啾 啾啾 啾啾 怎么了 啾啾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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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啾啾 啾啾啾 这果然有妖兽看守啊 舅舅别怕 我来 舅 舅舅 往 往后 点点 舅舅 能够催眠虚空妖物的花粉 舅舅 你竟然有了新的能力 舅舅 原来境界也增长了吗 太好了舅舅 舅舅 灭魂笔可以释放炎之妖气 我吸得了洛神三世 而且舅舅能力还大幅增强了 这趟幻境之旅 大转特转 喂 小心点 可恶 难道我们都要死在这里了吗 这不是天孝宫公主的弟子吗 他们来这强行对抗差距如此大的妖兽做什么 问问看好了 你们在这做什么 看不出来自己和妖兽的差距吗 秦峰公父 那是秦峰公父 还请您救我等一命啊 秦峰公父好强 感激 不尽 愚蠢到找这种对手 若不是公主让我来保护你们 可别指望我会救你们第二次 我们不是自愿来死的 我们的一个同伴是间谍 他将我们诱骗至此后就逃了 怎么回事 说清楚些 我们如今才知 他是荒谷王朝的间谍 师父赐给我们的重宝 也被他带走了 那间谍妄图借妖兽之手 杀掉天孝宫的好苗子 他手里还有公主的重宝 那人有何特征 他个子不高 将天孝宫的衣服退去 换了身黑色的行头 这胆药给你们疗伤 我去看看能否追回重宝 供奉大恩 感激不尽 清 清风供奉 可惜 敌人的弟子可留不得 下辈子注意吧 爹 爹爹 舅舅 你知道那间谍的方向吗 舅 在里舅舅能把爹爹找 我知道了 看来舅舅真是越来越厉害了 天孝宫上下全都是呆子 这么长时间 竟无一人怀疑过我 如今天孝宫副公主与灵消失不见 郑公主默然也独目难知 此刻正是荒谷王朝 要侵吞天孝宫的好时机 可以回去禀告了 哼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哼 我还以为是谁 这不是只有虚空剑武才能供奉大人吗 怎么 你都暴露了 见到我还不逃 哼 就凭你 在我看来 你就只是范少博养的狗罢了 傻吃屎 这 什么 我可不想在你身上浪费时间 让我看看你拿了什么好东西 这就是公主的重宝 为何有如此厚重的不祥气息 之后数日 秦峰忙着到处搜集药材 天灵环境确实太大了 这些天也未能看到莫灵月 希望她没事吧 你可真是冥顽不灵啊 那是 慕灵月 你应该明白 游牧民族能在狼牙草原和天孝宫分庭抗礼 离不开我荒谷王朝的支持 光靠你自己 根本收不住那么重要的东西 就当我们买的 快告诉我们在哪儿 还不快快交出来 难不成繁森部落 想要与荒谷王朝为敌吗 不 我们 我们部落绝部 住手 谁 找了这么久 可算是见到你了 是你 秦 秦峰 你是何人 想跟我们荒谷王朝作对 你 你又是什么人 在我面前 岂能容你放肆 哼 你是何人 你可护慕灵月一时 也能护凡僧部落一世 你也配威胁我 你终究就只是虚空境而已 也敢对我出手 既然是半步虚神了 没想到幻境内还有个高手 但你以为半步虚神 我就怕 因为我神一世 我为神 王爷 王爷被杀了 敢杀我杰益兄弟 我要你 以命换命 又来排队送死的人吗 哼 不知死活的蠢货 也许无知枪下放 借此机会 让你们知道我们之间的差距 有多大 你也准逼 我的枪 怎 怎么可能 那是陪伴我龙家 走过千年岁月的重宝啊 还是交给我吧 是 得手了 不对 这是抬影啊 猜对了 到此为止了 真是无趣 不好 死人太强 快走 哼 不自量力的蠢货 清风 谢谢你救我 原来你找到了铲出林叶的林树树苗 怪不得那个王爷会胁迫你 如此宝物交给他们实在不甘心 但我们部落 确实没办法守住树苗 这样吧 你若是可将树苗给我 我大秦会保证守护你们 真的吗 而且每年都会赠予樊僧部落 千枚三品丹药 没有期限 一千枚 每年 你 是大秦来的人吗 当然 我可是大秦化世人 我向你保证 事后 秦风离开幻境后 准备返回天孝宫 但回到天孝宫附近时 秦风注意到民众正在逃难 请问你们为何在逃难 你不知道吗 天孝宫都揽不住的妖兽大巢来了 天孝宫已经有三成领地轮迁了 糟糕 如果天孝宫都揽不住 岂不是会殃及大秦 秦风供风 你总算回来了 快想想法子 天孝宫已经无力回天了 冷静点 先将妖兽情报告诉我 什么 化为人形的断鸟鬼囊狼 和绿毒血脂 范大人 给我搜集材料 我要炼丹 炼丹 现在吗 好 公主 经过之前的苦战 现在我们元气大伤 恐怕再难堵截被妖兽异化的妖人大巢了 可恶 绿毒血脂生性狡猾 他不断对防蟹施加压力 是想逼我出手 此刻他应该就藏在暗处准备偷袭我 事已至此 为了缓解阵线压力 不会有冒险一事了吗 报告 首席供奉秦锋 送来了他研发的新式武器 诶 这不就是一枚丹药吗 武器在哪儿 简直就是胡闹 这丹药就是武器吗 怎么用 秦锋供奉说只要将其丢到敌阵中即可 那便试一试 好 好强 原来丹药也有这么大的威力吗 丹药还有吗 秦锋本人在哪儿 有的 各个阵线都获得了数千课 秦锋供奉去往了东部防线 是吗 看来天啸都能否度过此劫 全凭秦锋了 你要杀掉引发妖人大朝的夭兽首领 没错 这是最快解决兽朝的方法了 你们尽可能的拖住其余夭兽就好 可想要接近他们的老大 可是很困难的 这些夭兽各个都有虚空镜五层以上的体部 没关系 我早就想了办法 你闻屁 开闹 秦锋果然是天才啊 但他的对手 可是虚神镜妖兽啊 恐怕没这么简单 我嗅到了 高阶人类舞者的鲜血味 你处 我来给你行刑了 就凭你 什么 怎么可能 区区人类舞者 竟然能看透我引以为傲 精心劣质的镰刀 我为敌的那一刻 你的死期就到了 陆行 一无倾城 好快的速度 齐锋真的将其斩杀了 如此一来 妖人大潮可治 平民有救了 那是 绿毒血质的分身吗 必须查看一下 秦锋 这是 这绿毒血质好生恶毒 竟然靠着寄生 不断蚕食着同伴的力量 端秋鬼藏狼死了吗 安心去吧 我的同伴 谢谢你给予的养分 是时候了 一口气 碾碎人族舞者的阵线 这帮妖人 怎么固然发疯了 快逃 在手下就会死的 他们无施弹药的爆炸 戒指好像吸收了什么 竟然再度晋升了 你就是这些人族手里的头领吗 杀了你 就再无人能阻挡我了 走 怎么会 公主是被杀了吗 不 他千军一发之际逃走了吗 无能的人族舞者 真是会逃啊 如果首领不在 那便摧毁城市 屠户人类 无知霸业的第一步 即将实现 不 今天你们妖族 将止步于此 什么 要是有本事 就先杀了我吧 虚神镜要发 独爆弹 我当是什么人呢 区区虚空镜 也敢大放厥词 凭这种攻击 也想打 老卫武 什么 让我品尝一下你的味道 索梦 那是什么武器 竟然能披着开我的舌头 莫非是你击杀的断球鬼螳螂 没错 但你知道的太晚了 罗神三世 你这武器难道是 畜生终究还是畜生 神光离合 洛神三世的威力还不错 可恶的妖兽 竟然差点杀了我 秦风共凤 杀死了绿毒谢之 其他异化妖人 也不再动弹了 秦风共凤外祟 既然真的消灭了妖兽 秦风 做得好啊 过奖 秦风共凤太强 秦风共凤外祟 什么情况 今次一战 比起我这公主 这帮人更尊重秦风了吗 好啊 秦风 功高盖主 你说我该怎么处置你啊 阻止受朝 秦风共居守卫 默然竟让范少博这副公主退位 封秦风为新天孝宫副公主 弟子们对此心服口服 混账 秦风那家伙 竟然顺势夺走了我的副公主之位 秦风秦风 秦风仪式数日后 默然接受治疗 要我说啊 秦风副公主迟早取代默然 说的也是 打个妖术公主就不行了 我看还是早早让胃算了 这秦风果然留不得 不过我现在重伤 很难除掉他 但我的封赏 应该已经离间了他和范少博 秦风 范少博近日想设宴招待你 问你是否赴宴 他被退位 肯定没安好心 这定是一场鸿门宴 没事 去 当然要去 只是在那之前 我需要闭关修炼一段时间了 恭喜你秦风 成为新任天孝公副公主 这可是运用诸多名贵药材 才酿成的好酒 我专门 为你准备的 范大人有心了 哎哟 您是身体不舒服吗 秦风副公主 范少博 你这酒里有毒 秦风阻止寿朝的英雄 眼下为何如狗一样趴在地上 你们联手了呀 如此甚好 就能一口气将你们一起歇灭了 竟能有如此威势 那不成 不好 秦风 你中毒是装的 当然 想让我这个顶级炼丹师中毒 清醒 清醒一点 别再做梦了 如此甚好 妖血灵机 我也不想如此无趣地杀了你啊 秦风 引妖血入体 你用了妖族的术法 能当人不好吗 只要能获得力量 当不当人 又有什么要紧 那你以为 我在来这场宴会前毫无准备吗 自修到你们的红门宴邀请几 我就始终在修炼 提升境界的不仅是你 呆子 大言不惭 区区虚空剑 能在我手下挣扎几秒 是吗 现在就让您体验下 你我之间的差距 过身三世 不够离合 虽然我现在 是虚空进九层 但也可以和虚身进五层左右的一绝高下 当晚 秦锋对外宣称是范少伯意图谋反 害死了公主 而秦锋则是为帮公主报仇 反杀了范少伯 公主一死 天孝宫大乱 于是群龙无首之下 秦锋自然接任了公主之位 秦锋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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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秦锋的操作下 天孝宫已成为了大秦附庸 与此同时 荒谷王朝 也正在准备一场葬礼 天孝宫之人 竟害死我寄予厚望的接班人 我作为荒谷王朝的王 定会毁掉天孝宫 为你陪葬 刘启茂 攻打天孝宫的远征军 需要多久才能集结完毕 主力皆在外征战 重新集结 恐怕还需一个月 行 此次集结好后 我会御驾亲征 接下来的重中之重 就是破禁入虚神了 我需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秦锋 有位美女来找你这救命恩人 你见不见 李如仙 你是荒谷王朝的人吧 为何来我这儿 此番前来 我愿能请你去救救我爷爷 我愿意为此支付任何酬劳 抱歉 荒谷王朝与天孝宫向来势如水火 我可不敢贸然去你们国家 但但我为您带来了情报 最迟一个月 荒谷王朝就要准备对大秦开战了 大军马上会赶赴到这里 皇帝想为皇族成员报仇 前来彻底毁灭天孝宫 荒谷王朝要打来了 是吗 如果这情报是真的 那我愿意前往荒谷王朝看看 万分感激 随后秦锋便与李如仙 一起奔赴荒谷王朝 大超姐带着炼丹大师回府了 全身都被虚神经邀悟的毒轻视 还能活着 不愧是虚神经无成 你怎么中毒的 是我不顾及自身安危 为保护当今皇上所中的 妖兽之毒 如仙 别再找人来了 我这毒已经没救了 你们散了吧 让我一个人 安安静静地去 别人或许治不好您 但这可不包括我 这枚丹药 请您先服下 为何我这副残缺的病区中 竟然奔用着生命的能量 我 我好了 我的毒好了 这灯又是 莫林生西丹 融会了多种药草精华 专制妖兽之毒 大师丹术高明 为感谢您救命之恩 我府上宝贝 您可尽管拿走 不用 李如风大人贵为左相 我倒是更想要一些 荒谷王朝的情报 当然可以 但我还有一个小请求 请讲 希望 你能先和我的孙女订婚 爷爷 你在说什么 怎么 营商过去是很值得追随的君主 只是现如今 却愈发魔政 荒谷王朝迟早崩毁 老东西找死 而我 也该为家族找好退路 如何 愿意娶我孙女吗 老狐狸想要用孙女做筹码 和我绑定 非常抱歉 李姑娘貌若天仙 但眼下我无心魂陪 没关系 你慢慢想 我们可以等 驾 驾 老狐狸竟然还想着考验我的战力如何 不过正和我赢 秦风 你可知 荒谷王朝第一猛将 洪敬天 他为荒谷王朝立下赫赫战功 也会是此次征战的总指挥 若你能截杀洪敬天 就可拖延荒谷王朝的进攻时间 按照祖父的推测 洪敬天应该就在这一带了 只是无法确定具体位置 交给我吧 我来 被发现了吗 你快躲起来 知道了 哪来的帝国探子 找死 你不是将军吗 抛下军队独自过来了 当然 我向来神仙士卒 喜欢战斗在最前线 也就是说 即便你死在这里 也无人知晓 对吗 你似乎 不只是个探子呀 将你知道的情报 都吐出来 我赏你个痛快 怎么 眼睛不好使 看准了再打呀 我 想躲 让我这一技 可以击穿山岳 去死吧 虚神经秘法 红雷神 若神而逝 星雲碧月 撤 怎么可能 好快的速度 雷电又怎样 元素攻击我是可以斩断的 如此一来 荒谷王朝的大军就群龙无首了 那接下来 我也能集结我的部下了 之后 秦风召集了自己的老部下们 那 狩猎开始 红敬天已死 对荒谷王朝的战力 必然带来极大的影响 但我要做的 是毁掉荒谷整套军队指挥系统 秦风带领秦帆江等人 盯上了荒谷王朝领兵的军官 还有谋士 一时之间 荒谷王朝的官场 陷入恐慌 谁都担心 下一个遇刺的 便是自己 参见陛下 除了我的爱将红敬天之外 还有至少三成的将官和谋士 都被天小公暗杀了 真是七尺大辱 陛下莫及 老臣来了 您 您是 终于请来了 等您好久了 师叔祖 百里前辈 您出关了 昔日天小公 以三名虚神境的性命为代价 才重创了他 我还以为他早就死了 老臣得知陛下 因刺杀而刑犯 特来毛遂自荐一番 大秦的小小之徒 就由我来全部宰掉吧 在秦风丹药的帮助下 我已是虚空净七层了 如此一来 就完成秦风交代的任务了 老头 老头 懂不懂什么叫豪骨不挡道 我不杀老人 快点滚开 虚空净七层 看样子不是什么大将啊 罢了 就拿你当耳吧 地面怎么 地面怎么 什么 即便是虚神境都不可能逃离 再怎么挣扎也没用的 秦风 你怎么了 卿尘了 去置信暗杀任务的秦藩江 竟然还没回来 难门城市出现什么问题了 秦风 你的部下被抓了 是藩江他 是的 皇帝营商议宣告全国 会在大军出征之际 拿他祭旗 据说抓住他的人 是青云派辈分最大的百里窟 这明显是个想隐匿过去的陷阱 我们只能放弃他了 今晚去营救秦藩江 让其他人准备一下 好的 你们听到我说的话了吗 死在百里窟手下的虚神境 都有双手之术 你们虚空净去了 必死无疑 秦藩江追随我很久 我不会弃他不顾 您放心 我们相信秦风 傻子在躁动 已经来了吗 不自量力的贼人们 久等了 老东西 你就是百里窟 该进棺材了 除了你之外 还有四人 隐藏在附近吧 想趁着你我争斗之际救人 在杀子遍布之处 皆是我的地盘 很想躲藏起来 不自量力 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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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 怎么 一下就全军覆没了 这就是你们大庭的水平 那今天 就是你们的 几日 就凭这种霸戏 也想伤害到我 这 这怎么可能 信任徐神静高手 面对黄沙龙卷风 也束手无策 他竟然一箭就 时代不同了老头子 你早就该入土了 大爷不惨 就凭你个虚空静吧 杀蒙风大 以为这种玩意儿 我就斩不了了吗 全都给我灰飞烟灭 落神三世 神光离合 杀子 不再回应我了 这怎么可能 十叔祖也失败了吗 望您一路走好 我会继承您的遗志 青云派 将会是这片大陆 最强的宗门 事后 秦风不仅救下秦帆江 甚至杀死了百里窟 这让荒谷官员们 畏惧到了极点 甚至有人劝谏 应放弃进攻大秦 扣了 承我命令 七日后 进军大秦 姓尊陛下法旨 完了 还是要以卵击石 我们荒谷王朝 他是要完了 秦风这边 得知了荒谷 执意开战的消息 小双 你是破天宗宗主 告知宗内高手 准备迎战 我知道了 昊臣 眼下三江重伤未遇 我只能将这个艰难的任务 交给你了 将帝母大妖的试鬼部队 带来这里 好的少爷 好啊 既然暗杀官员 还达不到威慑的效果 那么就只能 干掉皇帝了 留给秦风的时间不多 好在 陆小双和安浩尘 都在一周内 完成了各自的任务 各位 我需要你们突入一座 荒谷王朝防御 最森严的要塞 此行注定凶险 这些全当是我 先行赠予各位的礼物 事成之计 我还有大礼奉上 诸位 我秦风 绝不亏待部下 诸位是否愿意为我而战 我们是不是追随着秦风大人 您给了他们那么多好处 那我呢 我正在开发妖族专用的丹药 你怎会是第一个受益者 妖族专用的丹药 我等妖族向来不会炼丹 要丹无门 现在他要炼制专为我用的丹药 我愿发誓 此身此心 皆奉献给您 记住你的话哦 还请您务必小心些陛下 大千人颇为狡诈 他们极有可能在您侦讨之前 就先行出手 前来刺杀陛下 若他们真的纯道以为 我荒谷无人 那这里便会是他的目的 什么声音 这些闯入皇宫的怪物都是什么 救命啊 哪里来的怪物 这些怪物的目标是皇上 皇谷王朝的人都是乌龟嘛 没人出来战斗 救命 果然来了吗 竟然搞出了这么大阵仗 差不多该出现了吧 大秦的主将 初次见面 但皇谷王朝的气数 和你的信物 都会在今晚消逝 在朕的面前 竟然也敢大放厥子 总是密法 你杀龙子 你这准头也不行了 气韵所化 朱鲁龙凯 皇谷王朝永不消逝 并将红领整座大陆 此乃天命 朱鲁龙巷 只有这种程度也想一统大陆 开什么玩笑 龙神一世 龙神一世 龙疯回血 啊 哼 怎么可能 你连虚神经的模式 竟然能破我的架 这条巨龙是荒谷王朝的气运所画对吧 若是寻常武器 绝无可能将之破坏 可惜 你的敌人是我 荒谷王朝 就到此为止了 你放心 我会采取和平方式 将荒谷纳入大秦的版图 可恶 那是 卫神之才取来武器 护驾来迟 没事 事宜这次 就借下我的力量吧 我青银派能从刚死之人身上 攫取修为 才刚刚恶战一番的你 还有再战的气力吗 他吸收了皇帝的修为 修卿竞技竟然临驾于皇帝之上了吗 你还得受死吧 解决了 陛下 以后 我会代替你 成为荒谷的王 这不会就是你的杀手捡了吧 不去 太无趣了 这 这怎么可能 此人居然能按人无恙地挨过我的招式 既然如此 那这人是我一半的寿命 为了提升力量 连对自己都下得了手 你可真恨吧 这都是为了干掉你 撒手捡 火空明闪 独自量力 洛神 与我倾城 为什么 从他处夺到的力量 就以为自己能够运用自如了 这场夜袭皇宫的战争 在黎明之际迎来了终结 尘埃落定之际 以李如风为首的百官也宣告臣服 至此 黄谷王朝并入大秦 以示定局 接下来 闲下来的秦风 也要干起自己的老本行 舅舅成长的潜力 比我想的还要巨大 应该可以用丹药加速它成长 为妖族炼丹 前无古人后无来程 其中藏着诸多凶险与困难 但是我 不会失败 之后数日 秦风成功炼制出了 专门提供给妖族的丹药 这就是妖族专用的丹药 毫无疑问 若我能将之吞下 必定大有必义 这颗丹药 真的可以给我吗 当然 蒂姆正好给我当丹药试验品 看看有无副作用 怎么回事 丹药炼制失败了 我 重获新生了 只一枚丹药 就让我从虚空进五层 仅升为九层 此等大恩 唯有以命相报 用你未来的实际行动来证明吧 是 丹药在地母大妖身上成功生效后 秦风便打算喂给啾啾 为什么效果很弱 看样子啾啾对丹药的要求很高 清风 飞鸿王朝说他们可以成为大秦的附属国 但有个条件 哦 什么条件 飞鸿王朝的皇帝说 他必须见到某个妖物的尸体 才肯归顺大秦 哼 是吗 荒谷一面 周边的大小王朝 都早早地归顺大秦 唯有飞鸿王朝提出了要求 看来飞鸿王朝最近被大妖盯上了 只是想找个靠山呢 我听我那妖兽出现不足一跃 便杀死了飞鸿王朝全部虚神进强者 我们还是放弃飞鸿王朝吧 为什么要放弃 飞鸿王朝的独有秘宝 以及取自妖兽身上的绝佳素材 我都要收入囊中 有失远迎 有失远迎 没想到大秦第一天才 秦峰大人 竟然会来帮助我们 韩萱就算了 直接谈正事吧 素文飞鸿王朝培养神异飞擎 羽毛如红 为飞鸿国宝 不知可否赠予我一些 这 我知道了 若您能成功消灭妖兽 我愿将红鸟全部奉上 那就请您备好 我会将妖兽尸体带回来的 感激不尽 只是一些羽毛就能请你出手 皇帝心里都乐疯了吧 红鸟之鱼 可是造就高等器物的必备素材 未来 它会后悔的 好重的妖气 只是站在这里都会感到不适 人类舞者的臭味 融进了风里 竟然还有人来找死 轮为无仆人的饵料吧 我来跟你借样东西 你的命 笑话 自我登陆这片大陆起 虚神剑我剑一个杀一个 你也将消融在我的毒血之中 虚神剑妖法 毒血朝涌 是吗 落神二世 青云碧月 怎么不笑了 虚神剑妖法 血雾弥散 消失了 废物 这一击 结果你 我就知道 这片落后的大陆上 只有我一个强者 看了一个残影 就这么得意 你不过是只待过一个 王朝的井底之蛙罢了 什么 灭魂笔 咬咽 很好 妖河到手了 这可是我需要的炼丹素材 秦风击杀大妖后 就去找皇帝徐荣 对线承诺 秦风得到 飞红王朝的红鸟 并决定将它们 放养在天孝宫内 几天后 秦风全神贯注的炼丹 自此 这片大陆有史以来 第一颗八品丹药 诞生了 其中 秦风也炼制了 给啾啾准备的腰用丹药 啾 啾 啾 这 这是怎么回事 啾啾 你 你是 爹爹 啾啾 你羞成人形了吗 秦风 我依照你的要求 整理了一下大妖的资料 爹爹 爹爹 你什么时候有的女儿 等等 你误会了 一番解释后 原来如此 舅舅因为你的丹药而化形了 真可爱 小双 你说飞红王朝第一次和大妖接触 是在海边吗 是的 最先看到大妖的是渔夫们 我也跟沿海渔民求证过了 果然 那大妖并非神奇大陆出身 而是远渡重阳 从别的地方来的 看来大清一统大陆后 得在沿海地区 做一些预防性的工作了 同一时间 广袤的大海之上 就知道偷懒 你不是说 要追上血红君主吗 急什么 上岸后我自会将她找出来并杀掉 登船后也不知道擒免修炼 成天就知道适合玩乐 难得能够登上这艘蓬莱 当然要尽情享受了 血红君主也好 为之大陆上的人类舞者也好 都不过是需要清早的垃圾罢了 修炼出八品丹药约一周后 秦峰决意突破 我去去就回 万一突破过程中有不对劲 就告诉我们 我们会一直在这里为你守关 也得加油 时空静之后 星魔就完全消踪匿迹 再无出现过 但还是要预防一番 须神境 我来了 这里 到底是什么地方 我明明正在破镜 为何会来到这里 秦峰 欢迎来到我的领域 你是在破镜 但被我强行打断了 你是我的 星魔 没错 我就是你破镜最大的阻碍 有我在 你绝不可能 晋升为虚神技 但是现在我打算 给你一个机会 和我共享肉体 不仅虚神技 唾手可得 虚神技之上 也是一若反掌 我若不愿意呢 既然不愿意合作 那你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这里是我的领域 你竟然能将武器复现 在我的精神领域 不应该我才是这里的王 不可能 就算你也能掌控这里 你的精神力 应该和我起火相当才对 是吗 怎么 怎么回事 我的领域正在崩溃 我早已不再是之前的我了 倘若我拿出所有的精神力 还能承受得住吗 我的星魔 怎么可能会被你 所谓的星魔 终归也只有这种程度罢了 清风闭关突破已经大半天了 还没有结果吗 那是 这就是 薛神进眼中的风景 我终于走到这一步了 爹爹 少爷 您成功破镜了吗 没错 你们要抓紧了 我有预感 接下来还会出现更强的敌人 更强的敌人 少爷 飞鸿王朝被攻击了 不明身份的部队 登陆了飞鸿王朝沿海 一路所向披靡 啊 已经来了吗 那就去会会他们 我愿献出本军所有珍宝 求您放过百姓吧 我的部下们坐船这么久 好不容易才能开婚 还望郡守大人体谅一样 你的部下都成尸体了 当然可以体谅 现如今的你 就只是光感司令而已 鬼话连篇 看我撕了你那张臭嘴 这可是你自找的 怎么可能 那个臭小鬼竟然能伤到我 你属于哪个势力 不想死的话 把情报都给我吐出来 之后 秦峰逼迫蔡进炮 吐出了诸多情报 并知晓了神海王朝势力 正在靠近 如今我们这片大陆 没准会遭到神海王朝的入侵 今后我需要你们来此 镇守沿海边境 我明白 当然 修行也不能懈怠 我为你们准备了足量的丹药 因为接下来我会离开一段时间 你们好好提升实力 一看 你要去哪里 我要先潜入那艘楼船 好好侦查一番 求你了 您抓我没用的 我深海王朝派来了楼船 我只是个冒进抢弓的 六等先锋官而已 比我强大的将领们 都在楼船之上 楼船是吗 我来了 那难道就是 楼船 简直就是一座海上都市 放任它登陆的话 我大清必会遭受重创 快点快点 再过一刻钟 首席炼丹师大人就要开炉了 这船上有炼丹师吗 炼丹师大人 这批丹药出炉后 多给我一些呗 担任我的护卫 劳苦功高 自然可以 丹药你们谁都拿不走 哪来的老鼠 竟敢潜入炼丹房 与神进攻防 雷炎丹 就这程度吗 若人而逝 青云碧月 竟然一见就 你小子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来葬送你们神海王朝的刽子手 以为我没有注意到你们 我需要一份楼船的内部地方 你应该有吧 秦风逃离炼丹室 约一刻钟后 一击毙命 杀了他的至少是位虚神镜六层的高手 此人还破坏丹炉 最佳一等 四马兄 若不能揪出贼人 你我可没法跟圣座交代啊 我早已安排好了 专心等着那只老鼠落网吧 像这样的武器库 竟然有十余个 必须全部毁掉 找到你了 只要杀了他 过的刑期就能减少五十年 对吧 当然 前置准备完成了 接下来 我还以为你们神海王朝的废物 找不到我 楼船太大 他们确实找不到 但我的蛛丝密法 却可以遍布船内各处 妖族 脸上那是犯人才有的刺青 瞧你那丑陋的刺青 难不成是神海王朝的奴隶 妖族居然当人族的奴隶 给我闭嘴 杀了你 我就不再是奴隶了 虚神境密法 诛杀之枪 不要急躁嘛 我的蛛丝坚韧度 堪比宝刀 它竟然一剑就斩断了 是惨死在我剑下 还是和我聊聊 选一个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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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